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京 我很深入的感觉到啊 北京现在没有四季了 我过去我是个北方人了 我唯一留恋北方的理由就是我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 可是这两年我发现啊 北京包括我们家乡石家庄 基本上可能是不是跟非洲当年说的天气一样 一年就俩季 干季和湿季 就是或者咱们就说就是夏天和冬天 春天极短 秋天基本没有 你看这短袖穿完了 你保险再见着咱们就皮夹克了 就他一下子就一下就入冬了 春秋时代一过就是战国时代了 战国时代可能就水深火热 是吧 不是酷暑 就是严寒 是吧 就是你看这是一个 而且呢 真的就是天气的这种这种变化导致什么 这气象局的都说 说现在大家会感觉到北方人感受到了南方的天气 你比如说现在的趋势似乎将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北涝 南汉 北方涝啊 南方那个汉 你看最近这个灾啊 死了很多人呢 很惨啊 全国各地都在这个灾 所以我就想起这个热啊 你说这事就是热到那个什么程度 说我们武汉一个大学的那个学生在操场上呱摔了个一跤 送医院就是那个三级烫伤吗 因为地面太热 你以为是假新闻的吗 是真的 我跟你说 宁波 宁波一位77岁的沈老伯 中暑了 倒地两个小时 部分肌肉烤熟变黑 这玩意儿 躺地下你就是烫伤啊 它最热的时候热到这个程度 对 这个叫做 就是我们吃饭不是也有一种菜叫石板烧牛肉 铁板烧 对 基本上就这个概念了 铁板烧 铁板烧 对 对 对 上海现在到处在表演 就今年其实热啊 北京也不热 广州也不热 今年热的是华东这一带 你看中国的那个那个红的那个图吧 除了新疆的有一块吐鲁番什么火焰山以外 其他就是上海杭州这一带 我去的那几天啊 就四十多度 嗯 那个有个人说 一百多年来今天最热啊 对 那意思是说 那正好那两天也在 那意思是说清朝的时候更热了 大家都说傻瓜 那个时候没有天气一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看这现在的这几张这个这个 这个跟跟跟天气有关的照片 这是潮汕地区 这下大暴雨啊 就说这个人犬情深啊 这哥们背着他们家狗子逃命了 你再看下边 这是最近说中国神奇的大国嘛 这是中国机场的百度车 伊春机场 哈哈哈哈 哎呀 送成客 我顿时感到幸福啊 直接劳改 你知足吧你 哎呦 我上次还发牢骚呢 直接拉去劳改了 但是不要嘲笑伊春 你注意这车轮子底下没有 这个暴雨成塞啊 他伊春机场是因为他平常的百度车呀 没法开了 百度车平常很矮 很矮 没法开了 所以只得租用这大货车 你说这就是中国今天的象征 就是他现代化的飞机和这个土炮 他是嫁接在一起 土洋结合 实现社会主义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哎就是军训的时候啊 高中的男生男孩子们 小的保护女孩子 给站着给女孩子搭成一片阴凉 他们的老师就说 哎呀 这个男孩子们 你们算是有出息了 然后没过没多久就中书了 没多久 男孩子栽倒在女孩子怀里 是吧 哎 你看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公安啊 说这个公安已经被撤职 说是邪警 河南的这个邪警啊 你其实也是热了 应该原谅 说他们开着警车呀 去裸涌 周围这个很多游客在斥责哈 说哎 咱们不要脱衣服 他们毫不管不顾 他们都脱光了 这就是然后呢 就是消息传出去之后 这个公安局赶快解释 说都不是正经警察 这不是 邪警 中国有一种啊 哦 对对对 干了坏事的 就是邪警 就等于林思公那种 对 邪警 你说他是警察 真出事了 他干了好事 他是警察 他干了坏事 他是邪警 他就不叫警察 但是他不是开着公安的车吗 邪警吗 手上邪路的警察 协助开警车行吗 邪警吗 真是 如果说起来 其实他们现在这些警察也很牛 中国的维安人员 治安人员现在都很厉害 比如说城管 你说起来 你们听过这件泰森那个消息啊 美国那个拳王泰森啊 讲讲 他开了微博了嘛 开了微博之后呢 他就一来就问一句话 我这人特爱打架 我想说中国谁最牛 我要跟他打一架 结果中国网友强烈推荐称官 对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问 称官是谁啊 我没听过 我从来只听过 我只知道李小龙 Jacky Lee 李小龙 还有这个叶问的 他说 你不是叶问的 我要跟你打一架 那现在一天到晚他问 我也是称官 对然后问了几天了 然后网友们笑翻了 大家都推荐 城管最厉害 说回这个天气 我那天 我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 是42度 他们说是140年来 就那一两天 那时候呢 感觉真的是很不对劲 因为我那两天 基本上逐步出户 我就直接在我住的酒店 跟对面那个大老师 工作的地方 我就每天只走那一段 但光走那一段出去 你就觉得那种热热的很奇怪 跟以前上海不一样 就以前的上海的热嘛 七八月也可以很热 但有时候是没热没热 湿热湿热 但那几天那种热湿热到 它又有点湿 但是它就整体感觉 就像烤一样 很奇怪 那种感觉 你知道就说 有些啊 就是很有天才的人 他们往往反映 他们怕冷 是不是反映他们神经比较敏感细腻 但是呢 我就没有这个天分 我就是怕热 我觉得我怕热啊 是超乎你们想象的 就我怕热到一种什么程度啊 就是并排主持人穿一样的西装 这灯光这一烤啊 他别的主持人都没事 你就满身汗 汗流加倍 所以我一直认为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就是空调 要不然我他们就是 我就觉得就怕热能怕 你知道我怕热能怕热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就是 我不会羡慕国家领导人 我每次看到新闻 我的想法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我一看到习主席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彭丽媛 到了那个非洲啊 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是觉得 还好我没做主席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个当领导的 那打非洲 他穿着西装 热不热 人家就穿个丁寺裤 不是 后来我又看见迎接彭丽媛的那个 南非的那国的那个夫人 好家伙 那老老老老老胖 那裹好几层床单呢 这儿还扎着 跟床单差不多了 就是扎着那包头 我的天 我说真是 你给我 你给我皇宫 我不会去住的 你知道吗 就没有 就是让我这么热 所以我每次看见那个电视上 这些各国领导人啊 去哪去视察 还要穿着这个西装 我都出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人有空调的历史 是很短的 对啊 只有我们现在 而且将来也不知道有没有 我到上海的时候啊 我是真 我以前小时候在上海 三十五六度啊 就很难熬了 你就要躲到电影院里去看冷气啊 去排队买一个冰水 就是用热水瓶去买冰水啊 这次四十多度啊 我平行说啊 我在上海 街上并没有看到 像我小时候看到 到处都是乘凉的人 因为大家都有冷气 很多人都在用车 整个城市虽然大家都在抱怨 热 但是这个抱怨是没有对象的 因为是老天嘛 但是 巨大的代价就是能源啊 他 我就在想会不会停电 他没有停电 那你 那你想 那你想有多么多的煤 油 投入在 你仔细想想 那当然我们这些人起了忧天了 你仔细想想 人类这样的好日子没多久的 当然 石油 没有多久可以给这样用的 那现在有夜延气吧 所以 但是我想说的是 像这样的一种状况啊 你说的很对 完全同意 但另一方面要考虑啊 正正是因为我们有空调 大家都开空调 所以城市才比以前更热了 是热导效应 热导效应形成 而且不只是热导效应 就连包括我们 因为要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输出 我们烧的煤 我们用的电 它排到空气中的 碳的什么指数啊 才会使得整个空气 这个温室效应更加的加大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现代生活 才是导致现代人 这么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你就想一个事 你刚才讲国家领导人啊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看一些老照片啊 看到孙中山 那时候在南洋 也是中山中 对吧 他们那帮人去梁启超 什么去南洋 去新加坡 那就直接赤道 到新加坡热带地去 怎么个穿法 看起来那些老外 有的是三箭头西装 对 戴个帽子 这是拿个什么藤杖 对不对 三箭头白亚麻西装 我上次去这个夏威夷 离开这酒店 我发现这个酒店 有100年历史 它有一个老照片 因为你我身子刚 去了夏威夷 就在海滩 你看那老照片 你觉得他们就有人讲啊 就说怎么说呢 绅士风度还是叫什么 就是人呢 对这个痛苦和不舒适的 这种忍受能力 有的时候也是看出 你高贵与否的 可以调整 阶级分别 不仅是动物性 还是社会性 当年这个夏威夷海滩上 全是煮着文明棍 戴着高帽 那个英国绅士 就是你说这三件套 穿着皮鞋 坐海滩上 做悠闲状 旁边那个女人们 也是这样 还穿着大裙子 对 你说他们在那 消磨一项 后来我 我跟你讲 我琢磨出一个道理 后来我真的问人 我说为什么那时候的人 好像不怕热 是啊 今天我们看那照片 都觉得非常古怪 我终于搞清楚了 第一 那个时候 没有这么多的用电 没有空调 第二 更关键的因素是 没有那么多的高楼 整个城市是矮 非常通风 然后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没有博邮路 没有博邮路的分别 也是非常大的 我问过一个 这些搞建筑人 他讲 有博邮路之后 会热起码一两度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时光匆匆飞逝 永不停息 在你美丽的顶点 让我们帮你留下一个印记 这一刻 回归清澈自然 让时光 封存你的美丽 留住经验一刻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之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到广州游长龙 激爽在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游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顶九韵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会圆酒精 年份圆江 五井共酒 沉浸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 律温泉文化 西安林统 国家旅游休闲 度假区 你说这个空调 你记得前一阵说这个林丹 就林丹跟李宗伟 林丹现在真是 就说地球上没人管得住他了 就打 确实厉害 我那天在微信上就看 他们就说 说林丹当年追这个朱姓芳 是他老婆叫朱姓芳吧 谢姓芳 谢姓芳 对不起 说林丹当年追这个谢姓芳 就是呢 就是连续几年 老是找这个谢姓芳去练球 而且呢 还老是故意输给他 最后追到了这个谢姓芳 说但是人家宗伟呢 用这个办法用了好几年 林丹也不领情 也没有一个贵道 这就一瞎开玩笑 什么一对好机友 但是呢 说的是那场比赛 我就注意到啊 有个空调的话题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李宗伟后来是抽筋了 然后曾经他那个队的 是不是有一人 就有一教练 就说 就说当时是不是关空调了 关空调了 就热热 他虚脱了嘛 当然最后人家李宗伟本人 是说这就打不好 就怨自己 不能怨空调 而且最后呢 就解释了 说当时这个空调没有关 但是呢 是有人说这个打球会 这个风啊 会影响 影响 所以变成了这个低速 低速运转 低速运转 而且呢 我还注意到一点 就是这个 我对香港 乃至于外国的一个感觉 后来这个林丹 就说 说我们喜欢在欧洲打球 因为欧洲的这个场馆 从来都是就是说 这个空调也不会是这样的 就乱七八糟 就该冷的就冷 就条件都都都非常合适 这我就是原来我一直说的 他们老说香港是什么动感之都 什么空调开的过冷啊 什么就就是说 把这个是不是调低几度啊 这是环保的角度 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反映我们内地的人呢 还是不专业 所谓我我认为专业就是 是什么玩意儿 空调它就得能冷藏 对吧 空调它就得冷 你为什么我喜欢香港 我就觉得它就像是金爷啊 就是就是不是楼爷 是真的 这电视机就能看电视 对吧 空调有了个要求 太低了 有了 香港电视真冷 看电视空调真冷了 就是这么低的要求 我认为我们神州大陆 很多地区做不到 你别看那个五星级酒店 我因为我对这个热非常敏感 我一进去酒店 我觉得空调没开足 我不知道是酒店省电 还是它这个这个管 温控做不好 你到全世界真正高级的地方去 那温度就是应该是这个温度啊 香港是为了很多办公大楼里 他穿西装 打领带 你像香港冷气开的最狠的是 香港最高法院 那穿冬天穿袍子的 对吧 你就 还戴假发的 对 我说你节省能源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足金足两 你明白吗 就是咱就说做生意 包括卖给你 现在我 我觉得内地有一些好的啊 但是有很多行业 给我的感觉是这么一个感觉 就像他开空调一样 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啊 不是足金足两 我要不要这么冷 我如果觉得冷 我可以让你调高一点 我可以让你关掉 但是不允许你 进来还得穿北心 那你叫有空调 不过我想说回这个羽毛球场馆的问题 我不太清楚欧洲的设计是怎么样 就假如说是个非常专业的羽毛球场馆的话 他应该会想方法 比如设置这个空调 是让他使得室内温度能够降低 但是不会有直接强烈的风吹出来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 羽毛球 因为历史上试过很多次 这羽毛球场馆要特别关空调 就是因为怕这个风速气流会影响这个球的表现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以前都听过好几个 我认为这就是你 我认为如果出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什么中国语协要检讨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你这个场馆要检讨 你肯定有问题 你提供的服务有问题 是管理也好 是技术也好 关键的问题是他不是从头到尾 他中间这一局 没错 那一局关了 所以这一局呢 是他占核算 对 你知道你所有的比赛都是要换边嘛 你看打 比方说这一局你在这里 到了下一局决胜局 我们打到中间的分数要换边 为什么 就是所有天然的好 人工的好场地总有优劣的 总有自然条件 太阳晒了鞋的有黑阴影啊 但是人家比赛规则 他的规则就是要一半一半 所以你这个你要么就开 要么就关 你不能说第一局是这样 第二局把它关掉了 所以条件改变 就是说第一局 那个你灵胆没吃亏 你再这样吹了 第二局那个叫什么 李中伟他这个就吃亏了 他这个风停掉了 否则的话呢 大家吃亏大家容易 他倒没说停 他就说是什么低速运转 反正你改变了 不仅是温度的问题 风速也变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渗透出一个管理问题啊 不是 管理问题啊 假如是管理问题的问题不大 人家怀疑的是你们出猫腻 你们为了狱狱 搞那些花样 尤其是这两个人的比赛 特别受关注嘛 那个也是人家国家的英雄 对不对 当然我们希望他不是了 只是操作上的问题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种力量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公商银行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你讲那个天热的三件套啊 我就想起那个 Great Gatsby 那个那个 美大的Gatsby 现在在大陆演了 那个电影里边的这个热 是里边的一个重要情节 一个象征 是 它就代表了旧文化 因为它要讽刺对面那个爆发户嘛 对 那它这边的 但是同时呢 它这个热又让它很难受 你看它反反复复强调 这个穿三件套 这个天气怎么热 成为里边一个核心情节 你刚才讲到的空调啊 其实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也是一个象征 我们今天啊 大家都 很多人都在讲我们这个社会 或者我们的很多事情 是一条船在往下沉 很多人都觉得船是在往下沉 但是呢 我还是尽量在里边捞 趁它没沉到底的时候 我尽量再捞 空调一样的道理 你看这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说我们理智上都知道 人类这样用 我们自己这样用 是不好的 但是眼前你让我不用 是不行的 嗯 我们有多少事情是这样啊 就是说明知道这件事情 我这样做 长远来说 于国于民是不好的 嗯 可是眼前你让我不做 是不行的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简单嘛 所以一个空调 其实在我看来是个非常像是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 都是你开车更明显的 开车是更明显的 但是你老不开呢 会得热射病 对 知道吗 我这几天都跟我爸爸妈妈讲啊 老人 我说你可别省电啊 这么不开空调 杭州那个老太太就是 也就一下过去了 就送医院 然后医生讲啊 就热到一个什么 跪不得都烫伤了 高过40度啊 如果你不开空调 所以那你说古人也没有 但是他说你高过40度 不开空调啊 这血压心跳就完了 就是叫一种病 叫热射病 其实古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回到过去 除了刚才我说的 我们有了博又录啊 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个很重要一点 以前人没这么多 人口少的时候 都市没这么密集啊 整个建筑的方法不一样 你比如说今天我觉得 我回想一下 在我小时候 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密度已经很高 空调还不普遍 那个时候真的是热的 非常难受 那恰恰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就是说过去这些雅热带城市 人口没那么多 其实你觉得热啊 还好受点 是因为它的建筑 它比较高 比较通风 尤其岭南建筑有棋楼 对不对 室内的这个 室内调高 非常高 然后呢 或者到了南洋的这个华人建筑 你看 是所谓长屋形嘛 就非常长 很狭窄 很狭窄 很长 然后前后门一开 中间还有个天井 这个天井下到两个鲤鱼池子 一下就凉起来了 对 但是问题是 当人口这么多之后 以前是穷人家 可能住一个很狭窄的房子 今天这是豪宅 但是你就说 豪宅也是 咱那天讲 你摩天大楼 如果没空调了 那根本不可能 全部封闭 就根本不能开除 对吧 但反过来 你们要想想 伟大的印度人民 你去新德里去看看 它四十几度是常态 四十度是常态 那百分之八十的人 是没有空调的 我去看那皇宫啊 你看他们的皇宫 皇宫跟民居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一个绕水系统 是 就他房间周围 有水屋绕过去 这公主啊 他们就住在一个房间 他那个 这就是几百年前的空调 对 他们的空调 就是大理石 就留在这个空调 它的区别就是这个 新天 别的留不下来了 这个绕水系统还留 对对对 印度很多公主的房子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